就来看看目前高雄的疫情 嗯 JXM有一点点乱 来看看这个住在新北市的国中生 他是案18905 他曾经呢 在1月26号 跟很多人去接触到 而且还搭北极 你就知道多少人会搭动 大众共运输系统了 你不晓得这个疫调怎么查 那重点是呢 他的朋友呢 亲友是在1月10号从大陆入境 1月24号解禁隔离 那过程当中呢 又到了台中 又到了高雄 好时间点稍微特别注意一下 台中呢是1月25号到1月26号 搭过台中的公车 那么在高雄呢 有1月26号到1月28号 这天比较长一点 也是有搭高雄的火车等等 所以这个传播链呢 目前看起来也是蛮大的 好再来看到 同样在高雄部分 这个是案18775 他只牵车两分钟 然后就染疫了 同时他还是看牙医 更是近距离的接触 现在医师呢 也是确诊的是案188889 是高雄首例的医护确诊 那住在对面的邻居呢 这下子也确诊了 好整个传播链呢 看起来呢 目前还是在这个 有点在寻找当中 到底感染源是如何 有了一一在厘清 但是你看 沈正南医师要提出 这个一个质问 他说呢 少年的亲人呢 是1月10号入境的 但是为什么等到 1月26号 还有传染力呢 是不是在检疫旅馆内感染的 这是沈正南医师要提出的一个问题 三隔了10天 还有传染力 他觉得有一点点的不正常 好那到底高雄这一起的群聚感染 是如何呢 进一步来了解 环保局人员到台铁 新左营站扩大消毒 人情道跟花铺 每一处仔细清销 因为前一天新增的案 18905新北国中生 他的足迹从新北到台中 还到高雄 CT值22.8 高病毒量 感染源不明 发烧就疫才确诊 跟高雄两起群聚案 没有关联性 专家研判 可能是社区感染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发现 证明国中生有一位亲人 10号从大陆入境 24号解隔离之后 26号跟国中生还有家人接触 有没有可能因此遭感染 医师沈正南认为几率很大 但是也提出质疑 国中生的亲人是10号入境 为什么到26号还有传染力 是不是在防疫旅馆内被感染 两周前是中国回来的个案 这个个案因为在防疫旅馆中 受到感染 回家居家检疫的时候 在感染这个国中生 春节期间 确诊国中生足迹跨现式移动 从北部到中部再到南部 甚至在可传染期间 逛过高雄三大百货 令专家忧心 恐怕病毒已经过散 记者陈建安王一仲台北报道 台北市现在动词来 要宣布的是2.5级 不过只有部分的实施 从哪里实施呢 电影院 电影院的影厅内呢 现在在台北市的部分 是禁止饮食的 但是他们的饮食贩卖部 还是可以照样卖饮料 照样卖爆米花 也就是说 你在看电影之前 你可以在影厅外面吃东西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就有 网友开始有一些疑虑了 那影厅内不能吃 那影厅外我可以吃 那大家都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吃 那会不会算是一种 另类的群聚呢 网友们你怎么看 你觉得实施这样的 电影院禁止吃东西 算不算是另类群聚呢 你认为是的话 请写上加一 认为不是的话 请写上紧一 我们就来听听听看 柯文哲面对这样的质疑 他的说法是什么 北市上位是2.5级 影城卷在大过年 宣布防疫升级 2月1号开始 影厅内全面禁止饮食 但餐饮部饮料爆米花 却能照卖 被质疑北市防疫 是完两面手法 这也没有什么标签 但是希望能够维持看电影 但是在电影里面吃东西 这个这边还是有群聚的 不影响民生经济的 我们会缩紧一点 我很怕说一个过年回来 天哪 这个到处都是感染源 说是担心疫情在年后大爆发 看电影不能喝可乐 吃爆米花 但却能在等待区吃东西 这难道不是另类群聚 有医师看不下去 在脸书分享 谁会在门口吃完爆米花 再进去看电影 讽刺真科学 还说禁止内用 真的有人专程去隐城 买贵的要死的爆米花外带吗 业者粗估餐饮收入已经不用想 更担心是订票收入 也会对半砍 应该是餐饮部份全部归零 那假设如果以订票来说的话 至少掉五成以上 也许对业者有一点小小的损伤 百分之八成可以维持的状态下 经济可以维持 但是也让防疫安全一点 尤其现在只是劝导 没有任何强制力 不止业者为难 民众也觉得相当扰民 记者林正监 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 哇 加一加一加一 我们不少目前线上的网络都认为 这样的方式有一点点 叫做另类群聚 好啦 把疫苗打起来好不好 先这样子保护自己 再来看到是除信业 有1186个人在集中检疫所隔离 等于是没有办法回家 是团年夜饭 那么这个时候呢 王毕胜他是说了 考量到大家没有办法回家过年 所以呢 陈时中自己自掏腰包 咱板扣十万块 帮每个在检疫所里面的人呢 一个人买了两柱大乐透 当然一方面要感谢他们 配合政府的政策 一方面也让他们添一添过年的气愤 就不晓得这一千多人当中 有没有人很好运中掌了 是这样的 对就是说 我们就在想说 在我们集中检疫所过 这个除夕嘛 那也没有家人陪嘛 那我们一直想说是怎么样 就是给他们 鼓励一下啦 那打打气这样 那本来是想说要买食物啦 不过食物比较不好送 后来就想到一个想法就是说 不然我们来买个这个乐透 给大家开开心 因为过年嘛 大家对对讲了什么的 对 然后就好 那就下去办 那我们现在在所的人数 总共是1186个嘛 今天晚上 还在所的住民 那个前天部长就自己去领钱 领了十万块给我 多退少补 但是钱是不是不够啊 不太够 我因为这两天又进了不少个 所以那时候不来 大家就说多退少补啊 了解 是 那想要请问 我想大家都拿到的时候 都蛮开心的啦 都拿到 大家有在群组上也都有 现在正在对讲吧 对讲 目前也传出好消息吗 他们都会暗砍吧 众委也不会跟你讲 我猜啦 今天部长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要感谢大家配合这个防疫 就是有靠大家配合这个防疫 我们今天防疫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吧 那目前在高雄的部分呢 来暖南市长陈其迈告诉你 很多地方目前都是感染源不明的 三大块 我们就来看到 首先是这个十多岁的国中生 他是家住新北市 然后跟妈妈回到娘家去 你看哦 他是跟亲友碰到面了 亲友是在1月10号大陆入境 1月24号才解除隔离 那么他在隔两天之后 1月26号呢 就曾经跟从大陆回来的亲友们见过面 那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就感染到接触到了 那在过程当中呢 应该算是还有在发病传染期间 他还曾经搭过北捷 所以有多少人搭过北捷 他一般还真的还不知道 除了在北捷有他的足迹之外呢 他在1月25号1月26号 他在台中还有搭过公车 在高雄部分呢是1月26号到1月28号呢 也搭过火车 所以都是大众运输系统 所以要追哦 其实是有点难 所以如果你收到这个细胞简讯的话 特别注意一下 除了这个是案18905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是案18775的部分 他不过是看个牙医而已 结果两个人都确诊了 尤其因为看牙医距离是比较近嘛 所以这个牙医呢 也成为了高雄首例的医护确诊 另外一个感染源不明的 还有这个奇经公寓链的部分 只是住在对面的邻居而已哦 也是被传染了 所以呢这是目前有加三个 三个人 再来是郊西长荣凤凰衍生的 大辽幼儿园传播链呢 同学同学的父母亲呢 现在有三个人 再加三个人 也是确诊的情况 总而言之 感染源目前都是不明的 但是对于沈正南医师来讲呢 他有一个疑问想要问的是哦 就是刚刚这一名案18905的国中生 他说呢 少年的亲人是1月10号入境的 但是为什么一直到1月26号 还有传染力呢 他怀疑是不是在防疫旅馆内 就感染到的 这部分不晓得是谁可以帮他解答 环保局人员到台铁新左营站 扩大消毒 人情道跟花铺每一处仔细清销 因为前一天新增的案18905 新北国中生 他的足迹从新北到台中 还到高雄 CT值22.8 高病毒量 感染源不明 发烧就医才确诊 跟高雄两起群聚案没有关联性 专家研判可能是社区感染 如果到时候确认在 那个时段 跟高雄的相关流行序列并不相同 那可能就要留心 是不是在台中本身 有另外一个隐形的传播链的存在 那而造成该生被传染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发现 证明国中生有一位亲人 10号从大陆入境 24号解隔离之后 26号跟国中生还有家人接触 有没有可能因此遭感染 医师沈正南认为几率很大 但是也提出质疑 国中生的亲人是10号入境 为什么到26号还有传染力 是不是在防疫旅馆内被感染 两周前自中国回来的 个案 这个个案因为 在防疫旅馆中受到感染 回家居家检疫的时候 再感染这个国中生 春节期间 确诊国中生足迹跨现式移动 从北部到中部再到南部 甚至在可传染期间 逛过高雄三大百货 令专家忧心 恐怕病毒已经扩散 记者陈建安 王一仲台北报导 接着我们先一步来了解 同样是在高雄的牙医诊所 牙医区的确诊 还有这个 交易传播链跟大疗幼儿园 进一步的传染途径 迟近医院外头 民众一个个来报道 明明都除夕 还要来做PCR筛检 因为确诊者足迹 高度集中骑进区 不仅迄近高雄市区 多间超商也全面大清销 31号新增8人确诊 高雄港传染链 小港公寓 七群老翁 因为牵车2分钟就染疫 除了传染给太太 1月22号看牙医 竟然也传给了牙科医师 这也是Omicron高雄爆发以来 首位医护确诊 是否紧急匡列 认为说我们要优先处理的 大概就是牙科诊所的 几位患者 高雄港感染链 另一栋骑进公寓 也有三位邻居确诊 还有一名已经被匡列的 确诊者家人因转扬 疫情依旧稍不停 对面的邻居确诊 已经开始清销 高雄另一条感染链交信链 同样持续扩大 五岁男童再传染给 另一位男同学 而先前被感染的女同学 则是传染给了爸妈 幼儿园总计一传八人 已经一开始我们就采取 扩大匡列的这个方式 所以这些都在 这个匡列的范围里 就怕Omico风暴再扩大 尤其牙科遗失也确诊 是否过年期间筛诊战不打烊 呼吁民众主动采检 希望把感染风险降到最低 记得今天中王书宏高雄的 看到这边感觉到高雄 叫多点爆发一样 这也会影响到观光人潮 比方说像往年非常热闹的 旗津还有 沿城区的新乐街 过年期间总是人挤人 但是今年不一样了 人潮很少 让当地人很感慨 明明是春节廉假 旗津观光市场灯光昏暗 大部分店家没开门 一个游客也没用 看起来就像没营业 看上无奈把鱿鱼丝 烤鱼片年货摆好 往年总是人山人海 受疫情影响 老板比客人还要多 接近市集没人 海产街没人 就连渡轮站也看不出来 有廉价出游人潮 镜头转到沿城区的 新乐街市集 生意一样惨淡 往年人潮几道报 前胸贴后背 想进去还得先排队 今年空到连机车 都可以骑进去 不论是骑今 还是新乐市集 疫情冲击都没人 会不会怕疫情受影响 对啊 差多了 人差很多 人潮不如疫情 你这边货怎么办 就去夜市继续卖了 高雄疫情延烧 民众心驾驾 躲在家不敢出门 遇上过年 业者本来想大赚一波 但如今干脆关门 不做了 有些摊商打算拼一点 卖不完到夜市继续卖 一面生意全都亏光光 谢谢邓敏 金线忠 林依荣 高雄报道